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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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来你说的不想得 是为了圣兽战魂 想不到 你这么卑劣 我竟然从未怀疑过你 神不畏己 天诛地命 妖怪 只能怪轻易愚笨 不能将这圣兽战魂快速裂化 林萧婷 母亲亲 你就认命吧 你的能力和家世 配不上我和圣兽战魂 所以你以为 你现在是飞上枝头 变凤凰了吗 天诛 来到雁渡后 我发现我们太卑微了 从此你敏然众人 我登高绝顶 就当是你为爱付出 成全了我 好吗 我情形 也不会有好结果的 我知道啊 但是我穷怕了 我答应林萧婷的计划时 就想清楚了 我宁可变成恶生 也不愿再做可怜人 我留你一命 也回报你的救命之恩 从此 两步相欠 从今天起 我要让那些曾经看不起我的人 跪着和我说话 平哥 我们走吧 半生受死了 他就是个废人了 这辈子 都别想在踏进学宫 世间因果皆有报应 你以为你拍上高枝 几身权贵 总有一天 你会想死都能 秦月 是我对不起你 等我三年 我请请 林萧婷 我一定会让你们 给秦月成命 秦月 我的半生兽出生了 你的羽毛是金色的 干脆叫你金鱼好了 一起修行吧 金鱼 以后我们永远都不分开 金鱼 这三年 我还经常能梦到金鱼 我在灵火城 卧星尝胆 度日如年 而那幕晴晴 果然在雁都登高绝顶 成了炎黄学宫 核心弟子 甚至和林萧婷 走到了一起 那圣收战魂 都传为是林萧婷 历练所得 反倒是我 营下药 轻凡未遂 折笑别 被天下人耻笑 我们世家控制舆论 我说什么人们都不信 世道之残酷 莫顾于此 不过 所有人都不知道 我的半生空间里 有个大秘密 那就是 我的半生空间内 一直存在着 另外十颗蛋 而今天 永克蛋正蠢蠢欲动 只是新的半生兽要孵化了 不枉费我等你三年 出来吧 正牛的出场 难道是传说中的极品半生兽 什么鬼 小黄金 说谁是鸡呢 信不信我把你门牙掰掉 会说话的半生兽 稍见多怪 我的厉害还在后面呢 我都要看看你多厉害 端生兽孵化的时候 眼睛里有景星兽 就代表是什么级别的半生兽 什么嘛 猜一个星兽 等年今夜还五个星兽 属于五阶半生兽 报仇无望了 到头来只是一个一千半生兽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坏蛋 你死了我也要陪葬 你再好好看看 年轻人 别太相信表面的东西哦 这是 你这颗星典 是很多星星聚集而成 到底有多少星典 成千上万 不 这不是星典 这是星域 这是哪里 所有的星典 都在燃烧 这是 他 他把太阳吞下去了 好恐怖的巨手 这到底是 凤凰净被那只大手 此后 温顿轮回 由我掌控 这到底是什么 这到底是什么 天命 你停点 你自语什么呢 醒醒 我好疼 听 说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听好了 无知的人类 无奈永恒炼狱 凤凰 永恒炼狱 凤凰 怎么样 这名字是不是韩拉风 我可是太古混沌巨兽之一 太古混沌巨兽是什么 具体我也不知道 那你知道点什么 我刚出生就看到你这个傻子在逗我 你说我知道什么 摄之机不简单 难道它前世就是那个吞噬太阳的火焰凤魔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我岂不是发达了 那你能和我共生修炼吗 带带你这只弱鸡绝对没问题 来吧 现在开始修炼 顺便让我看看你的售卖 正合我意 修行的第一境界是售卖剂 玉兽师和半生兽都天生拥有九条售卖 每连接一条售卖就能成就售卖进一处 一旦售卖相互贯通 玉兽师与半生兽就能互相取长补短 彼此获得巨大收益 首先感受对方的售卖 然后尝试连接 感受到了 等等 这是 但是 太夸张了吧 它那么小一只 售卖竟如巨龙般红大 相比之下 我的售卖就 哎 怎么样 小三姬 服不服 哼 别得意 你的售卖 马上就是我的了 售卖贯通 这感觉 太爽了 售卖竟第一重 突破 你小子悟性很高啊 太强了 售卖带来的身体强度 至少是普通售卖的三倍 没错 你的一重镜 确实要胜过普通的三重镜 接下来 就是修炼功法 多亏我珍藏了不少好货 我现在的身体 绝对能修炼最强的功法 玄金局 找到了 这是我们成最好的功法了 快和我一起练吧 这是什么垃圾 谁要练这种狗屁功法 我来主导修炼 以后你跟着我学 修炼我的功法 永恒 练玉精 你 你带我 不都是玉兽师 大半生兽吗 瞧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快别默契了 盘西尔座听我指挥 先教你基础 哦 哦 哦 你能不能专心点 再来一次 哦 抱歉 又突破了 手卖进第三重 这功法太强了 嗯 好错 总算有点样子了 昨天的一切 真像是一场梦 我的半生空间 还有九颗蛋 该不会全都是 太古混沌巨兽吧 真是那样 我就发达了 曾经一度以为 自己再无卷土重来之日 哪怕母亲天天鼓励 也很难看到这一生的希望 今天是母亲的生日 若她看到我重新振奋 未来有了希望 会有多高兴呢 有了重修的实力 我也可以采摘更多的青灵草 给母亲续命了 李天命 开门 我来给你和你娘送大礼来了 谁啊 一大早朝我睡觉 起来吧 哥们儿 和我一起会有 这位不速之客 李天命 快开门 三娘 李雪娇 你们来干什么 今日是你娘的生辰 我这个做妹妹的 当然要来恭贺一下 天命 是谁来了 娘 您怎么起来了 原来是三妹和雪娇啊 娘 您身体抱恙 就不要出来了 快回屋里歇着吧 不碍事 总不能整天躺着 三妹 雪娇 进屋坐吧 不要麻烦了 我们说几句话就走 这里母子向来跋扈 从来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今天来肯定没好事 姐姐 你可安好 还好 她都快入土了 怎么可能安好呢 雪娇 不许没礼貌 今天是姐姐生辰 老爷特地给姐姐准备了一份礼物 他今日要接待一些客人比较忙碌 便吩咐我给姐姐送来 请姐姐过目 什么东西 娘 这是 修书 而且是要把我们娘俩 都赶出离火城的意思 娘 您别难过了 小心身子 娘没事 以这样的结局结束 其实也挺好的 再也了不相欠 姐姐 你可千万别怨老爷 老爷这都是为了你们好 毕竟 你们现在的情况 容易惹人私下非议啊 哈哈哈哈 爹爹真是的 平时看起来挺古板 送出的礼物还挺刺激 老爷考虑到你们未来的生活 还特意安排我送来这么多的宝玉 真羡慕你们 这么多宝玉 我想求都求不来 这些宝玉足够让两位过完一生了 姐姐 实在难受可以哭出来 妹妹不会笑话你的 你们 可以滚了吗 什么滚啊 天明哥 知道为什么让我们来通知吗 我爹已经答应了 以后听雨萱就是我们的了 你们已经被修被废了 现在该滚的是你们 知道吗 雪娇说得没错呢 姐姐 看在我们多年姐妹份上 我也不为难你们 我给你们半个时辰收拾行李 你看怎么样 就算要走 我也要堂堂正正地走 而不是这样如丧家之犬 凭什么让母亲遭受这些不公平的待遇 我这就去找李延峰问个清楚 天明 娘知道你在想什么 不要犯傻 我们走 没什么好留恋的 示威的时候 我们不要做徒劳的挣扎 等你东山再起的那天 我们再来拿回自己的脸面 娘 母亲的心胸远在我之上 看来是我狭隘了 说起来 我一直觉得娘不是普通人 年轻时容貌清澄 五五双全 真不明白 当年他为何选择我爹 就算这怪病折磨了他半生 娘的气节和心胸 却始终没被病魔击溃 我知道了 娘 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东山再起 东山再起 快别笑死我了 半生兽都死了 而且还是被你的五尺下作害死的 这李火城的笑柄也还能东山再起 那母猪都能上树了 是吗 那我今天 非得让你上树不可 天命哥 你在挑衅我 你三岁时探完被人掳走 是我与贼人周旋三天三夜 才把你救出来 有些人 骨子里就是不知道感恩 是 说这有啥用 明明是你自己无耻 才混成这副怂样子 所以我后悔救你了 这庭院里有三棵树 你挑一挑 你想上哪棵树 你天命 别说我欺负你 你连半生兽都没有了 我就不出手了 叫火灵给你体验一下 烈火焚烧的乐趣吧 谁说我没有半生兽 出来吧 永恒烈狱 疯狂 这怎么可能 你这孩子 还真是好 你脑在郑大村 恩宠后宫三千亩鸡 你就把我吵醒了 知不知道坏人好事 天打雷劈啊 师太紧急兄弟 打起精神来准备战斗 天命哥 你怎么这么逗呢 你这幽默的本事 都是可以出去混口饭去 你这只基因是血神契约搞的吧 是给我的火灵当早饭的嘛 美宁 你这只鸟长得很标致啊 这家伙 忽然就来劲了 不愧是你啊 全的半生兽都跟你一样猥琐 火灵 寻救它 哦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这一只 就这点啊你 不要丢人现眼了 我给你这五尺之头一点教训 你难消我心头之气 你可千万要扛住 你一下就死了 烈火硬 刚刚还说不出手的 你这也算烈火硬 雪椒 你没吃饭吗 无法无损 这怎么可能 天命 放心吧娘 我没事 有些人不教训一下 他就永远不知好歹 母猪完美上述 天命 莫非你的修为恢复了 娘 您可以永远相信你儿子 不是吧 美女 美女 别喊了 你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接受爷的宠幸吧 哈哈哈哈 你是攻得不早说 打扮这么妖艳 还老子白兴奋一场 别拦着我 我要把这个男白女装的妖艳结婚燕了 七哥 算了算了 人家也不容易 李天命 你现在不是世子 你敢打我女儿 我要让你死无全尸 你都说了我不是李家世子了 那我就不用再顾及李家名声了 你再敢出言挑衅 我可不会手下留情 知道了 我不说就是了 娇儿 我们走 你天命 你知道父亲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废掉你 休掉大娘吗 有屁就放 父亲要娶一个女人 而且要让她当正妻 那个女人叫柳青 比你大不了多少 是个有名的游物 更重要的是 她是雷尊府的人 三年前你得罪了雷尊府 父亲要靠着女人上位 肯定要跟你撇清关系 你说 这李火城 还有你的容身之地吗 十天后就要举行盛大的婚礼了 要是让雷尊府的人看到你 说不定会杀了你呀 但快夹着尾巴头吧 十天后 我正好是炎黄学宫绝选的日子 以我对你父亲的了解 这次名额恐怕会落入你二弟手里 看来父亲是想离二弟为世子 不过我不会让他们如愿 我一定要重返炎黄学宫 我还要去天府 治好娘的病 有志气 不愿是我的儿子 不过娘不指望能治好病 你能重拾信息 娘就知足了 把这些宝玉捡起来吧 孩子 大丈夫要能屈能伸 真正重要的是夺回尊严的那一刻 而不是担忧失去更多的尊严 是 母亲 喂 我饿了 你要吃什么 虫子 我要吃那些宝衣 想什么呢 怎么可能给你吃 你不怕得节食吗 如果我说 吃完能让我们立马再突破一重境界呢 真 真的吗 接您请 不过的话 小得力也想办法 嗯 如此可教 你俩可真有趣 这些宝玉有火焰灵气 你也能吃 啊 我就算了 再怎么说 这些也是石头啊 你被我的血脉重铸过 自然能吃这种东西 的确 同为永恒炼狱体 鸡胸能以生吃的方式炼花宝玉 我应该也可以 试试看 好烫 感觉自己的胃都要被烧着了 好难受 愣着干嘛 快运砖永恒炼狱精 将火焰灵气烈化 涌进兽脉之中 原来如此 居然是这么直接粗暴的提升方式 吸收了 不行啊 搞得这么虚 来 继续吃 来就来 收迈进第四处 突破 李天命 神 谁在找我 你的身体已经脱胎换骨 是时候了 你是谁 你要干什么 我的手臂 什么 手臂好疼 我的手臂 这是怎么回事 我明白了 我肯定还在做梦 好疼 貌似不是 这是啥 这眼睛 不就是之前 等一下 我可以看到自己 难道说 果然 它跟我的视野是相通的 还能看到黑暗视角的东西 腿毛看得很清楚呢 以后不怕天黑了 以后不怕天黑了 干嘛呢你 你瞎叫我啥 哦呦呦 大半夜的火气这么大 年轻人 要节制啊 你这家伙 我给你点颜色瞧瞧 你不知道我的厉害 这东西怎么会在这里啊 喂 你没事吧 怕成这样 快拿开 别靠近我 别怕 这手现在是我的 我收起来 你这手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啊 我也很懵逼啊 做了个奇怪的梦 手就变异了 可能是你前世 没有摆脱仇家 仇家追上门了 那 那你可要控制好它 放心 哥要是你的仇家 早就把你做成小鸡炖蘑菇了 臭小子欺人太甚 我给你拼了 我抓 我抓 我打 什么鬼东西 太硬了 简直就是刀枪不肉 嗯 知道厉害了吧 放心吧 这手如果哪天不受我控制攻击你 我立马斩断 毕竟我们是好兄弟不是吗 嘿嘿 没错 我们是好兄弟 有了这手臂 我更有把握 赢下炎黄学功的绝选了 我现在已经热血沸腾了 哈哈哈哈 听说了吗 听说了吗 今天不只是比武争夺炎黄力 也是成主李延峰成亲 听说李火城新的女主人 又美又妖娆 绝对是个游巫哦 是吗是吗 那今天能一睹方容了 听说这次的绝选 内定是李子峰 她现在受迈进第七重 李子峰都已经第七重了 比我当年都强 看来下了不少功夫呢 成主到 攻击成主 我宣布炎黄学功绝选 正式开始 我来出战 谁敢上来一战 我不怕车轮战 齐火城之光 是 你的兄弟还挺有人气的 跟你正好相反 你能不说话吗 回你的半身空间吧 让我来 我先挑战 都靠边 他是我的 答应他 我就能一战成名 不用那么麻烦 一起上好了 让你们瞧瞧 五阶半生兽的实力 这可是你说的 上吧 清风狼 进攻 熊子 黑元 撕碎他 子头 交给你了 这些垃圾 还用不到本少爷出手 准备护华的臭小子 你会为你的校长付出代价 太强了 子头少爷得到了城主大人真传 五阶半生术 果然非同凡响 真是废物 还有没有人要挑战呢 我不服 我要挑战 我也要挑战 很好 不怕疼的 就来试试看好了 昆哥 我看出来了 李火城之内 子风确实没有什么对手呢 子风在李火城这里 能成长到这样 已经很不错了 听说你还有一个儿子 曾经也去过炎黄学宫 还得罪了我们雷尊府的小怪兽 已经废了 无需再提起 已经没人再敢挑战了吗 看来炎黄令 非我莫属了 等一下 子风 天风令你今天拿不走 李天命 他来干什么 这种淫贼 你指望他能做出什么得体的事情 赶紧上去一个人把他拖走吧 李天命 你疯了吧 你知道自己现在什么身份吗 天命 你来这里做什么 还不快下去 子风有这样的前程 作为兄长 你应该支持他 子风修炼很有天分 比当初的我强 不过我想再给他加一种考验 哈哈哈哈 就凭你这废物 也想考验我啊 风哥 这孩子犯过什么事情 大家都清楚 没人会以此议论你的 全当事看戏好了 唉 别罢 简直是自取其辱 你以为还是四年前吗 让你见识一下 我现在的实力 为什么你还要回来 现在 我才是李火城的继承人 什么情况 等住了 我用尽全力的一招 被他随便这么一挡救 他不是废了吗 你的左臂里包着铁板吗 用这种小把戏 真是幼稚 哼 对你 还用不到耍手段 是你太弱了 你再这么故弄玄虚也没用 没有半生兽 看你怎么和我打 子彤和我一起上 谁说我没有半生兽 鸡也散死 谁敢造死 哈哈哈哈 他说那个小鸡仔 是他的半生兽 都不够炒盘菜 这家伙是来搞笑的吧 嘿 李天命 在被人耻笑这方面 你还真是有天赋啊 子彤 吃了他 效仰 可小瞧我 让你看看谁吃谁 这一次 不会再给你机会耍手段了 这家伙为何能如此轻松 这不合理 他的体魄 甚至比之前更强悍 是我的错觉吗 子彤 现在的你 想拿炎黄力还不够资格 这不可能 城主大人 看来令狼的实力 还差得远呢 他不是废了吗 李子峰在他面前 才像个真正的废物 垃圾 封哥 我要这样一个想法 你觉得如何 李天命 虽然你赢了李子峰 但决选还未结束 这娘们肯定没变什么好屁 还有一位离火城的小天才没出场呢 上来吧 千阳 真没想到 出来乍到 就能收到如此大礼 在这里取得炎黄令 可比在燕都容易多了 是雷尊府的柳千阳 寿卖境九重 比你高了五重境界啊 好久不见呢 李天命 哼 当年林霄亭的跟班 想不到会在这出现 那他也算是你的仇家了 千阳 你虽远道而来 但我和你姐已成婚 你便是离火城的人 我们离火城的年轻人 多数是井底之蛙 不知道真正的天才 有何等造化 你就展示下 让他们见识见识 千阳 别让我和你姐夫失望 放心吧 姐姐姐夫 难得能夺取炎黄令 我又怎能浪费呢 就算我答应 闪电暴也不答应 他的年纪比李子峰还小 就已经收卖九重了 还是雷电锡走树类 不愧是雷尊府的人 炎黄令眼看就是你的了 但是可惜了 你今日卷土重来 不过是回宫返赵 小婷哥不杀你 就是想看你带着希望 垂死挣扎 这样才有趣 对不对 确实挺有趣的 让我玩这种逆天改命的把戏 最后再让你们打破希望的泡沫 很爽对吧 废话真多 你的自嘲精神还不错 我也不浪费时间了 就让你看看这三年 我进步多少 雷明掌 进冰掌风雨波 就让我受伤了 如果是正面挨伤 可怕就 相差五重境界 果然是现在的我没法对抗的 李天命 看来你连成为我对手的资格都没有 我懒得打你 我妈可惜我出道李火城 正是攒人品的时候还不能杀他 垃圾里掀命啊 神引稳吧 李火城的耻辱啊 刘千阳 今日这一仗 我记下了 过不了多久 我必将双倍奉还 我走可以 不过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且问 你什么时候离开李火城 这家伙是想去找帮手吗 这李火城还有高手不成 一个月吧 很好 一个月之后 我要揍烂你这张脸 你输了就把炎黄令给我 敢不敢 哈哈哈 你还真是蠢得可笑 不过我倒是很好奇 你拿什么跟我赌 你有什么 我就一条命 就用这条命和你赌 虽然我对你这条烂命不感兴趣 但你非要送死 那我只好帮我姐夫大义灭青 还他一个亲戚 他要在一个月之内 胜过柳千阳 怎么可能 这你就不懂了 肯定要放点狠话才能离开啊 不然像狗一样爬出去吗 哈哈哈 你这儿子 倒是挺会给自己讲戏的 哼 走着瞧吧 好戏还在后面 凤哥 千阳此次前来火灵山 竞争神源之势就拜托你了 主要是竞争激烈 神源这种东西 能够促成半身兽品阶的进化 实在珍贵 放心吧 霍灵山是我的地盘 那里诞生的神源 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那就全靠封哥你了 霍灵山有太多凶手潜藏 让千阳自己进去 我实在不放心 雷尊府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磨砺小辈 怪不得天才能够层出不久 这次拥有争夺神源资格的祖中弟子 一共有七个 好在千阳的实力在其中占据一定的优势 再加上有你帮助 把握比其他人大很多 雷尊府其他同龄的弟子什么时候到 他们随行的都是雷尊府的强者吧 这两天就会到了 我是因为和你的婚事才获准提前到来 只要进了火灵山 强者的出手就会受到雷尊府的限制 到时候真正考验的还是孩子们的本事 以你对火灵山的熟悉 绝对可以帮上大忙 三天之后 我带你和千阳正式进火灵山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了 还要等一个月啊 娘等不了这么久 这太热了我想去北方住 一个月也不一定 我还打不过那个家伙 我不管最多给你半个月 你还真敢说啊 倒是我输了 你这怂鸡 是要给人当点心了 放屁 谁怂了 就那大猫也想吃我 我敢穿它 不错 我相信小鸡 它很有本事 还是娘有眼光 不像你李天命 狗眼看人低 滚啊你 这是我娘 不是你娘 既然认娘了 那娘给你取个名字吧 老叫你小鸡 你也不爱听 名字 我叫永恒练狱凤凰 不过这个名字太长了 就叫你 萤火如何呢 萤火 我好爱这个名字 娘 你怎么了 娘 青灵草是不是没了 青灵草也只是缓解症状 不能根治 我的时间恐怕不多了 就算缓解也好 我不能让娘受苦 停火啊 跟我去趟火灵山 去那儿干嘛 不照顾娘吗 天命 当然是去采青灵草 给娘训命 路途凶险 我儿万分小心啊 搜寻两天 就只找到了一株青灵草 再往里深入啊 深山之中能多一些 越往里越危险 就算在这里 咱们要提心吊胆 预防凶兽 前面有好东西 快跟过来 喂喂 你干嘛去 当心凶兽啊 是灵粹火灵枝 这下发了 我来拆 你小心啊 这种级别的灵粹 一般都有凶兽守护 我的事 我动作快得很 快走 得令 这玩意儿老之前了 接下来的生活有保证了 你笨哪 这种高档灵粹 当然要尽快吸收练花 快 咱俩一人一半 吞下去 像吞宝玉那样吗 这是草药啊 搞不好会暴毙 少年 我的永恒炼鱼体质 可是强于任何火属性的 这么厉害 啥也不说了 吃 我发现 我发现这眼睛的视野更加清晰广阔了 打住 你只眼睛让我头皮发麻 啊 林子里有凶兽 光听着怒吼就知道很威猛 救命 这人咋是透明的 我见鬼了 太美了 我的眼睛完全不受控制 这就是爱情吗 别发骚了 赶快救人啊 姑娘别怕 我来帮你 谢谢哥哥 你还真是剑色忘调 你只骚扰他一阵 你不快跑路 别逞英雄 要跑一起跑 跑不了再说 大不了一起干他 哥哥 我的力量借你一下吧 什么情况 你真的是鬼啊 真是鬼附身吗 我不是鬼了 我有特殊体质 能和别人融合增强他的力量和境界 你浑身噗淋噗淋的 跟个娘炮一样 大意了 世间还有这种体质 真是闻所未闻 这么猛吗 直接正面刚 厉害 至少增强了两个级别 就连黑灵臂的力量也提高了 哥哥 谢谢你刚才的救命之恩 啊 没有了 都 都是你和我和起 哦 这位美少女 别搭理他 她是臭流氓 等我介绍一下 我叫萤火 是这个流氓的监护鸡 天呐 好可爱 别这样 我不是随便的鸟 快说话的宠物 哥哥 可以把萤火送给我吗 拿去吧 记得采点蘑菇一起炖 保证鲜嫩可口 哥哥 我开玩笑的 我知道它是你的半生兽 我叫江飞灵 哥哥怎么称呼 它的名字很中二的 叫李天命 天命哥哥好 你好 灵儿妹妹 灵儿性格太好了 又随和又可爱 灵儿妹妹 你的半生兽呢 灵儿没有半生兽 天双就没有 不过 灵儿有些特殊的本事 哥哥看灵儿的指甲 每个都有一个符纹 灵儿身上天生封印了十种特殊能力 现在觉醒了两种 一种是腹灵 另一种可以施展出一个时间场 控制时间流速哦 哇 灵儿 你这两个手段 辅助李天命贼牛 要不 别搭理他 李天命你不行啊 这家伙从小营养不良 脑子不太好 那个 灵儿妹妹是不是有固定的附身对象 为何会来这里啊 嗯 是有一个 但是刚刚走散了 啊 这 这样吗 是你男朋友吗 小贼 轻薄我的灵儿 竟然是灵元镜强者 这种年龄就灵元镜 绝对不是等闲之辈 我得不耐烦了是吧 哎 轻儿 他不是坏人 刚才我被凶兽追上 还是他救了我呢 是吗 你别被骗了 看到他猥琐的表情没 难道他就是灵儿说的附身者 太好了 是女子 喂 土包子 我警告你 别对灵儿动什么歪心思 喂 土包子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警告你 别对灵儿动什么歪心思 哼 长得挺好看 说话真难听 一点礼貌都没有 你说什么 哎呀 包吵了 别吵了 行不行我臭你 你说伸过哥哥身体 知道他不是坏人 我给灵儿面子 不合你一般见识 哼 灵儿 你怎么能附身在一个卑微的贱民身上 只有我才配得上你的卑微 你敢说的再难听点吗 我当时被凶兽追 形势所迫 不过你肯定想不到 我跟哥哥的附身契合度 是满级哦 满级 怎么可能 就连从小和你一起长大的我都做不到 吃土包子凭什么 哼 不信你看 完美 嘿嘿 别一个屁啊 哼 就算复灵满级又怎样 看着土包子的境界也才售卖五成 就凭这种资质 他以后也不会成气 刚才那一下的附身 比第一次更顺畅了 你有这感觉没 是的呢 不行 我是我 哼 行了 这次出来玩太久了 我们得赶紧回燕都了 燕都 灵儿 你在燕都哪里 我以后去找你 好啊 我猜 这什么燕都 就你这点出身 在家壮地才是你该做的事情 哼 再见了天明哥 走了走了 再见 灵儿 她闺蜜虽然说话难听 但对灵儿没得说 以后肯定会有机会再见面的 李天明 你把我藏起来自己泡妞 算什么朋友 行了 别发牢骚了 我们继续找清零草 嘿 干活的时候想到我了 下次你再把我强行塞进空间 我跟你没完 唉 知道了知道了 下不为例 这还差不多 哼 快看 那儿有一小片清零草 至少十几株 找了三天总算是有收获了 我要是能带这么多清零草回去 母亲一定会很高兴 啊 危险 兽兽吗 藏起来真狡猾 不 是半生兽 巨毒系昆虫类 看来有玉兽师在 你不是雷尊府的人 也敢闯进这火灵山山处 就不怕死吗 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你是雷尊府的人 只有雷尊府的人 才能来火灵山 我懒得和你说 劝告你一句 我们雷尊府 正在火灵山办事 你给我立刻滚出火灵山 迟疑时期时间 你就只能买骨在这里了 这小子很嚣张啊 雷尊府的人多着德行 我们是来采药的 没必要和他交恶 离开火灵山没问题 我本来就准备走的 不过我想采几株青灵草再走 给我母亲治病 烦请兄弟给我点时间 你听不懂人话是吗 上你滚 哪那么的废话 还称呼我兄弟 你算什么东西 和我成兄道弟 你也配 垃圾啊臭山 你觉得自己很牛是吗 以为我弄不死你 知道我是雷尊府的人 还敢挑衅 想要送死吗 成全你 杀了他们 哼 要怪 就怪你在不合适的时间 跑进火灵山 万一让你运气爆棚拿了神圆 我们岂不是亏大了 看样子这家伙不打算上 小瞧我们 是他最大的破绽 引火 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那还要说 一起开打 秒了他 受罚 无法 血魂杀 什么 这怎么可能 轮到你了 我承认 我是小看你们了 不过 死的 仍是你们 我要用我这些针 插满你们全身 让你们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哟 是顶级寿兵穿星针 而且还涂了毒 哇 数量有点多啊 这小子真好啊 烧死 又 又消失了 糟了 怎么会 还无法 不是采用过吗 哼 你以为我们不喊招 就不会用了呀 血魂杀是顶尖身法 只要距离够 什么时候都能用 你死定了 我要一刀一刀 把你身上的血肉给割下来 你都只能在地上爬了 还说这种大话呢 你哪只脚把清明草踩了 我帮你剁了 跟他废什么话 他这种小畜生 以后就是个祸害 直接废掉 爹 娘 快来救我 出门打架还带着爹娘啊 要点脸吗 危险 得逃 危险 得逃 你也太耸了吧 开什么玩笑 他父母可是雷尊府高层 你跑不掉的 整个山林 全都是我雷尊府的人 我定要把你 大些八块 这里可是我老家 我还能不知道怎么跑路 雷尔 雷尔 你这是 爹 那小子刚走不远 他和我差不多大 左臂 缠着绷带 夫人 你留下来帮雷尔疗伤 老夫要将那小子 此时万段 不妙 有人追上来了 前面是 雷尔 快跑 跑什么跑 小贼 哪里跑 青公主 雷尊府张宠 见过青公主 不会吧 公主 免礼 雷尊府的人 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这个 快说 你想被砍头吗 公主息怒 我们在火灵山 发现了一个神员 挑选出七位弟子 来此竞争 什么级别的神员 千公主 只是一个 不入流的神员 最多让半生兽 精化到六节程度 不入流 你可知道 若是欺骗我 会是什么下场 在下绝不敢欺瞒公主 量你也没这个胆量 行了 你可以滚了 张宠告退 小子 别跟没事人一样 跟我走 等一下 把这头猪留下 公主 说我是猪 乃山野刁民 她刚偷袭伤了我儿 公主开恩 让我为我儿复仇 我就要这头猪 听不懂吗 快滚 张宠不敢 现在就走 嘿嘿嘿 哼 动什么 怎么 说你是猪不服气啊 当然服气 您可是尊贵的公主殿下 我哪里会不服气啊 好啦 清儿 你就不要再度哥哥了 凌儿 其实上次我们分开后 清儿一直想找到我们 副灵满旗的原因 就跟着你一路观察 啊 我们跟了你好几天 哥哥你会不会介意啊 哎 不建议不建议 嘿 哥哥以后一定要来雁渡找灵儿哦 等灵儿有其他特殊本领 还想在哥哥身上试试呢 哈哈 没问题 我一定去 这家伙天天都盼着去雁渡找你呢 这年头这么纯的恋爱脑可不多见了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就怕你去了 城墙都跳不上去 还是安心在家种地吧 清儿 给哥哥一个玉佩吧 方便他以后来找我 不给 清儿 求你了 哎呀 清儿最好啦 哎呀 好啦 真是女大不中流 蠢猪 接着 劝你别用我的名头招摇撞骗 否则 我把你的半生受断了 关我鸟事 多谢清公主 哥哥 你想得到那个神圆吗 在那个方向哦 哦 快走吧 别浪费时间了 哥哥 燕都见 哈哈 燕都见 霓儿 一路保重啊 行了 别犯华吃了 看上去很恶心 你闭嘴 走吧 萤火 我们去找神圆 神圆 我的记忆里有这个东西出现 我转化为半生兽以后 很多天赋受到限制 神圆能帮我解脱枷锁 重新成为太古混沌巨兽 那还等什么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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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了 售卖进第六重 神圆还没找到 灵粹倒是找到了不少 这几天修炼速度飞快 大收获啊 灵儿给你指的这条道 是条宝路啊 灵儿指的位置就是这儿了 我猜神圆很可能就在这湖里 我们潜入湖底瞧下去 小心点 我能感觉到 这里没有可怕的东西 胆小鬼 什么时候你才能和爷一样神勇 这个湖底光向好差 越往下越黑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还好有它 这是 封闭的井 你看这里 好像是一个钥匙槽 神圆会不会在里面 看个屁 爷看不见啊 那边有亮光 应该是钥匙 不 那就是神圆 这石头的形状和井上的凹槽刚好契合 一定是那口井的钥匙 不 这就是神圆本身 我已经闻到神圆的香味了 你确定 当然确定啊 快拿走吧 就算它是神圆 我也肯定 它同时也是那口井的钥匙 说不定井下还有其他东西 简单 先拿神圆再去试试 等一下 有东西朝我们过来了 应该是巨兽 肯定是神圆的守护凶兽 我把它引开 你先把神圆带走 是三件凶兽 刀背绝恶 打不过呀 你快跑远点 我虽弄不死它 但它也碰不到我 你小心 我先上岸躲会 快闪 别在这乱老子仇恨 等我把它搞远了你再回来 来啦 来追我呀 你是谁 鬼鬼祟祟的 在干什么 孩子 那家伙手上拿着神圆 快抢过来 不好 是雷尊府的人 好 娇蠢 这神圆是我雷尊府之物 你竟敢燃尺 我给你一个机会 放下神圆走人 否则 就把命留下 哼 你说给我就给啊 懒得理你 丑死 六天飞鱼 冰水西半生上 水上作战于我不力 必须尽快上岸 束手就擎吧 你跑不掉的 我已入售卖境地八重 杀你 亦如反掌 以为跑到岸上就安全了 实在是太天真了 这等山野贼子 根本就不够我们家灵儿练手的 那是 你死定了 竟然可以用鱼鸡飞行 飞流箭绝 飞流一击 飞流 这 怎么可能 不好 这小子隐藏了实力 鲫儿怕是要吃亏啊 不能让他带走神圆 我劝二位不要轻举妄动 不然 我就捏碎他的脖子 等一下 别冲动 小子 你知不知道自己得罪了谁 我保证你马上得哭出来 哦 那不可能 我累点很高的 小子 别太自以为是 老夫能在你动手的瞬间就弄死你 哼 那是 王族的玉佩 是清公主的 没错 确实是公主的 难道 我是清公主的人 拿走这神圆有问题吗 我记住你们的模样 你今天敢跟我抢这神圆 等回了雁都 清公主一定会找二位问话吧 怪不得她有如此正理 阁下说笑了 我们当然不敢 可否冒昧问下令尊的身份 我爹 厌督大人物 你们都认识 自己猜吧 唉 给清公主当差太忙了 再见了诸位 可恶 爹 不能放她走 万一她的玉佩是捡的呢 就算是捡的 一般人也不识货 这小子从头到尾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不像是庄的 那 神圆就让她白拿走了吗 忽然哪 江一灵 你拿到了神圆 江叔叔 你们二老公然现身不合适吧 这是我们小辈之间的游戏 柳千阳 你来晚了 神圆不在我这 唉 出了点变化 神圆让外人抢走了 外人 这荒郊野岭又是离火城的地盘 不可能有外人来到这 是一个少年 自称是清公主的人 她从湖泊里拿到神圆 我女儿打不过她 她刚走 顺着东边小路 你现在去追应该能看到 清公主 闪电报 快去追 爹 为什么告诉柳千阳 要是她抢了神圆 往后更碾压我了 我一个人说的话 他们未必会相信 让其他人和这少年碰面 就不会怀疑我们私藏神圆 真 真不甘心 兄弟 神圆到手没有 那刀背巨鳄被我遛的七窍流血 已经蒙圈迷路了 噓 小声点 我后面可能有人跟踪 神圆到手了 我们赶紧走 先去找那井 小躲在井里 天王老子都找不到我 啊 神圆果然是钥匙 成功打开 快快快 下去 那是 是倒霉鳄鱼 他又杀回来了 他在追柳千阳 这倒霉催的 别管他了 我们赶紧下去 这地方这么隐蔽 倒是个炼花神圆的好地方 只要我们不出去 他们就永远找不到我们 哎 灵火 神圆拿好了 下面竟然有个密室 这里果然有东西 是个白玉圆球 神圆只能给它当钥匙 它一定比神圆更珍贵 不管是啥 自己慢慢研究 我先炼花神圆 你只管炼花就是 我好好研究一下这白玉 说不定藏着什么秘密 可恶 被他缠射了 以我的实力 恐怕很难摆脱他 在长飞出手前 只能先硬的头皮和他周觉了 风哥 千阳他太吃力了 我们出手吧 不到万不得已 我们还是不要陷身 这是对他的磨炼 不行了 用尽所需 都没办法伤到他 不然姐姐快救我 风哥 放心 什么 抢走神圆的是李天命 你确定吗 小黄姬和缠着绷带的左手 绝对是他 他重伤我儿 我本想抓他带走 却被清公主拦下 必是他还没有预配 所以他不是王族之人 神圆还是有机会拿回来的 说得轻巧 神圆万一被他炼化怎么办 千阳莫慌 他的半生兽是炼化不了神圆的 你姐夫有办法找他 对啊 他的半生兽才一解 如果在火灵山没有找到 我们就在李火城等他 不出七天 他绝对要回来 这是 眼睛 啊 要被闪瞎了 这是 意识空间 天青人 当你将神魂天书修成天极之眼 你才能来到幻天之境追寻我的神迹 哼 果然是新的造化 神魂天书第一重 弥陵之统 揪炼之大成 可开启下一重 是功法 看上去很难懂 先记熟再说 喂 李天命 李天命 你干嘛呢 念了半天经文 我还以为你出家了 我得到了一个叫神魂天书的功法造化 那你修炼试试 等我炼化完神圆 再看看你的修炼成果 如此两不耽误 甚好 加油 兄弟 修炼弥陵之统第一步 要把控顺序和速度 将兽元扎进眼球的经脉 生生开辟出幻灵脉 太难了 这是给人修炼的功法吗 恐怕只适合眼睛天赋极高的人 还以为得到了绝世功法 你比别人多一只眼 这还不算天赋吗 对哦 我怎么把这只眼睛忘记了 快点练成 让兄弟见识见识 好的 我这就试试 用这眼睛修炼简直视如破竹 如鱼得水 哼哼 什么嘛 怎么还是一只鸡 别人有神圆进化 都会更帅更霸气的 目光短浅的家伙 进化是以外表拼盘的吗 不服单挑啊 好啊 正好拿你试试我的新招式 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迷灵之童 太正点了吧 哇 醒醒啊 你看见什么了 这么跟个发情的疯狗一样 我看到你变成了我的理想型小母鸡 我看 这就是你的新能力 原来如此 这眼睛能产生类似色诱的幻术啊 关键时刻 能让对手哪怕是一瞬间分神 也好抓住战机 翻盘神迹啊 走吧 这次离家太久 母亲肯定等急了 估计那些被你欺负的孩子都在离火城等你 正合我意 正好在众目睽睽之下 拿回炎黄令 是时候了 终其一战 我已经在他住的客栈周围布满眼线 他只要一回来 我们就会知道 我们只要守株待兔就可以 第七天了 那家伙还没回来 他该不会死在火灵山了吧 以他展现出来的战斗力来看 不可能会死 雷尊府那边说了 我们谁能抢到 神源就是谁的 清宫主要是追究 雷尊府会把我们搞定 就怕这家伙直接带着神源逃去燕都 他是个孝子 一定会回来接母亲 启离成者 已经发现李天命 很好 他藏在哪里 身旁可有公主的人 没有藏 他一个人站在最显眼的地方 快看 是那个无耻之徒李天命 哼 等你们很久了 李天命 你有种 竟然敢回来 这神源本就是我雷尊府所有 看在亲公主面上 我们与你公平竞争 抢别人东西 还说得那么冠冕堂皇 废话少说 你们七个一起上吧 来呀 小鬼们 哼 真狂妄 还敢大放厥词 这可是你说的 接下来谁拿到神源谁胜出 柳千阳 我就想问问你 一个月前的约定还算数吗 那当然 我要是输了 炎皇令归你 而你若是败给我 就直接自裁吧 我可不想脏了手 很好 希望你说到做到